各位 国产掌机发展若干年 现在也渐渐形成了一个市场 一方面众人食材火焰高 需求被进一步扩大 但另一方面也因为 对于高性能移动设备的需求 本身是切实存在的 参与者众多 某种程度上形成扎堆效应 对于扩大整个产业应该是好事 但另一方面则意味着 本来也不算大的市场 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 考虑到目前市场上面 这一批新出品的WIN掌机 基本上都拥有以6800U为核心的配置 实际的游戏体验呢 虽然可能根据各家的调教 小有不同 但也基本在伯仲之间 在此等情况之下 欲求突破市场 恐怕在设计和应用场景上 寻求差异化就变成了 题中应有之一 最近我有幸体验到了 One X Player 刚刚发布的第二代主力产品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一部 One X Player 这部产品啊 它大概就是在竞争中 尝试差异化的一个尝试 因为它采用了 类似NS的可拆卸手柄之设计 那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 对于NS设计理念的简单的模仿 还是另有它意 因为我们知道单纯的去模仿NS 并没有意义 对吧 所以我们就一边看看这部机器 一边再来聊聊我的一些想法 好 可拆卸直功能 这个样的一摁住卡槽 就可以将手柄拆卸下来 让本体变成一个独立存在的平板 那也因为这样的设计啊 之前会放在手柄上的一些功能键呢 现在被放到了顶部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Steam之后啊 按一下回到这个返回键吧 被单独的放到了顶部 然后软键盘的按键 被放到了顶部 以及这个侧边栏的按键啊 调节功率啊 一键全屏 这个锁定全级帧数啊 自适应功耗啊等等 都被这些按键都被放到了顶部 那当然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说这样的设备 OK做了手柄可拆卸的设计 当然是显得颇为新颖 可是仅仅是将手柄 变成了可拆卸 这这怎么 卡着 卡在哪里的啊 卡槽啊 仅仅是把手柄变成了可拆卸 OK 接上去之后 手柄的灯也亮了 仅仅是变成这样的一个设定 它就能够实现所谓对标NS的功能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 One X Player 2把手柄设计成可拆卸 就我的理解啊 其实它也不是为了去对标NS 去做这种表面上的看齐 那意义何在呢 在这种Wing掌机竞争比较激烈的今天啊 One X Player 2采用这样的设计 我的理解 实际上是要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 做以区分 比如说 接上手柄之后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Wing掌机来正常的使用 6800U的配置 也没有问题 大部分的游戏都可以玩 可是呢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朋友 不仅把它当作Wing掌机来玩 正常你玩Steam上各种游戏啊 你XGP的游戏没问题 可是很多人还会把它当作一个小的生产力工具 比如说外接做一些简单调试啊 做一些文字处理啊 那可是这种情况之下 它还接着一个手柄就会很难受嘛 所以呢 我想象中啊 它是这样 你看 你需要做一些文字处理啊 或者一些简单的生产力工具的时候呢 你这个样子 把它拿下来 然后配合上这个外接的磁性的键盘 一接上 后面这有这个支架啊 你看 它就能够变成一个生产力工具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 你配合键盘啊 做一些文字处理啊 包括你要做一些 比如说后台调试的工作啊 很多人把它接到路由器上面 做一些调试啊 都没问题 对吧 这是一种形态 再一个呢 你把它拔掉之后啊 它可以作为一个平板 Windows的平板 你直接使用触摸按键来使用 如果你像把这个锁定啊 方向锁定给它关了 你看 竖过来之后 你还可以把它当电子书 看看电子书啊 或者说你可以是不是啊 把它架在这啊 当做一个外屏啊 反正你可以创造出来不同的应用场景 而避免不管你拿它干什么 手柄都在上面的这种窘境 我认为这个是1X Player 做分体式设计最主要的想法 也是最能留给用户想象空间的地方 那可是可能是为了考虑到 当然这也是它这个主系列一贯的设定 就是为了考虑到不同应用场景 这块机器搭载了一个2560x1600的 8.4寸的全贴合IPS屏 那这样高的分辨率当然很舒服 可是问题就在于 其实6800U啊 我觉得三个一大作用6800U 想要去玩1600P的分辨率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而很多人买它 最主要的应用 还是像这样接上之后去打游戏嘛 那它的游戏性能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也还OK 你可以自己调节分辨率嘛 那包括啊 做功耗之处理 比如说这一次你看 除了传统的啊 你手动调节功耗之外呢 新的这个侧边应用升级之后啊 我们看一下啊 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你可以做全局的锁针 然后使用自适应的功耗 那它就会根据你的需求 在游戏中所需要的功耗 来做自动的调整 可能有些游戏呢 会有更好的表现 有些游戏呢 会更省电 像这个游戏 像这台机器搭载了一个 17100毫安时的这么一个大电池 基本上可以实现 如果你设定在15瓦的功率 大概能玩两多小时到三个小时 设定到28瓦呢 能玩一个多小时 所以其实也还OK吧 因此我们想象中啊 比如说你要玩游戏的时候 把手柄接上去 然后我们Steam打开 像我现在在用这个机器 这两天我会拿它玩 黄牌空战7 然后 因为黄牌空战7 戴起来是比较流畅的 所以我也觉得不需要去做什么 全局的锁针啊 各种东西设定都不需要 要直接玩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功耗是开到 我看一下啊 开到15瓦的功耗啊 应该说是比较省电的状态 然后在游戏中呢 我的画面设置 我们看一下 Graphics 我们设定到1050P 然后呢 这个具体的画面效果 设成了默认的中设置 那这样的效果之后 玩起来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算是相当满意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战役模式 读一下啊 快进一下 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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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开始任务 可以选择战斗机 我有这个Dark Star 就是这个 暗星啊 DLC 然后 选择武器 直接就开始啊 因为Steam我把这个帧数打开了 在这能看到 左下角能看到帧数啊 来看啊 基本上可以非常稳定的 所在60帧 没有问题啊 我们来找一个战机 战斗一下啊 这完全在云端啊 什么也看不见 冲一下 冲出云端 我的 这要掉海里了 这物好重啊 啊 OK啊 冲出云层了 这间云雾比较低 飞上去 目标在这啊 F4 老旧战机 噢 被锁定了 躲避一下 做一个极限的回旋 躲避一下啊 看到 左下角的帧数啊 全程都锁在60帧 应该说相当的稳定 所以没问题啊 像我们比如说玩游戏 正常玩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需要突然有别的用处 你直接退缰出来 手柄拆下来 然后你在外接上 这个键盘 哎 你就又可以把它当做电脑使用 然后玩完之后 你再拔下来 再把手柄啊 这手柄是通过 有线连接的啊 是通过这个 接口做的有线连接 而不是通过蓝牙连接 所以 也几乎是没有延迟 也很稳定 接上去灯又亮了 然后你在 哎 重新接着在玩游戏 没问题 所以他其实 我的理解是 他做分体式的设计啊 是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 做了很好的区隔和处理 那当然 加上6800U的性能啊 加上这块大的屏幕 你也的确可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上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应用啊 包括他的大减持 这个都是他积极的一面 那当然啊 任何事情有积极的一面 也就有相对消极的一面 那整体用下来之后 我也有一些想法 想要和大家再来细说一说 那整体 游戏性能我觉得反而不用多说了 因为6800U 可能大家关心的朋友都比较了解 他能做到什么了 但是关于这一部机器本身 我反倒有一些话想和大家再说一说 正如大家所见啊 这部机器的特点大抵无此 当然因为这两个可拆卸的手柄啊 其实有一个类似NS狗头的东西 可以将两个手柄二合为一 变成一个连接平板部分的手柄 所以实际上呢 在理论上啊 可以解锁更多的应用场景 比如类似NS那样 将平板放在桌面上 用手柄来玩 又或者通过Type-C啊 上下都有的Type-C连接口呢 外接显示器 使用手柄啊 狗头插上之后来操作 用主机或者所谓的桌面PC模式来体验 这样的一种构思 是否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 我也不敢确定 当然会有一些玩家喜欢 但相信也会引起部分的争议 包括必然有人会提出 是否过分借鉴 或者说抄袭NS的设计思路 这样的一种疑问 但我始终认为 简单模仿NS的设计思路 是不可取的 因为你可以学到外表 拆卸一下 没问题 但你学不到它的生态 所以对于这部机器而言 所谓的桌面PC 或者桌面平板模式啊 其实我认为在设计理念上 也只是附带 而并非核心卖点 采用可分离设计的真正用意 或者说这样设计真正解决的 终究还是更方便的去切换 办公和游戏 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 至于掌机模式本身呢 和之前采用6800U的设计的产品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反而因为这样可拆卸的设计啊 让你这样单手握持的时候 会有点担忧啊 它能否承受机身的重量呢 对吧 像这样 能否承受你会有这样的担忧 当然实际上我自己也尝试了各种姿势 暂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个连接啊 还算是相当的紧密 当然用久了之后会怎么样 我现在也不敢确定 OK了 这个就是我试用One X Player 2之后啊 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感受 如实的就和大家做这样的汇报 一共参考 那本期节目就是这么多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